我們看這筆 這筆問說0.98的十二次方 它的小數點後第三位為何 這個我們用二項式定理把它展開 這把它寫成1-0.02 它的十二次方 那負的0.025我把它看成這個尺 然後就用這個二項式定理展開 X的十二次方 等於多少呢 等於1加C十二取1 X加C十二取2 X平方 點點點這樣子 好,那現在的話 它要取到小數點第三位 那這個吧,這個是二乘以十的部位 所以這個可以寫成1加 乎的二乘以十的乎二 它整個平方 那用二項式定理把它展開 這等於1加多少呢 C十二取1 乎二乘以十的乎二次方的一次方 再加多少呢 C十二取2 這是乎二乘以十的乎二次方的平方 那這已經是乎四了 那為了保險呢 再多寫一下 C十二取3 這個乎二乘以十的 乎二次方的三次方 這個乎六次方 這是小數點後第六位 那要取到小數點第三位的話 應該取到這裡就可以了 把這三項加起來以後 看小數點第三位是等多少 那這個已經是小數點第六位的事情 好 然後呢 還有點點點 不過後面這個 跟那個小數點第三位 已經沒有關係了 這是一減掉多少 這有乎號嗎 十二乘以二 就是二十四 乘以十的乎二 那加多少呢 十二取二 十二取二是十二乘以十一 二乘以一 二六十二 六十六 所以六十六乘以多少呢 六十六乘以多少 二的平方是四嘛 四六二十四 第二 二十二六 所以是兩百六十四 那因為是平方嘛 所以乎的平方就是正 乘以十多少呢 乘以十的乎四次方 乎四次方 好 這 西十二取二 再乘以四 就是這個 八 加這個多少呢 加這個 這個是十二乘以十一乘以十 三乘二乘以 二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是乎八 乎八 乘以十的乎六次方 好 那這個多少呢 這是六六十二 這個多少 這個是二十 二十二 二十二乘以十 兩百二十 這兩百二十 那兩百二十再乘以呢 乎八 二十二乘以八 十六 十七 一七六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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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十的呢 乎六次方 那你就知道 這個是一二三 這是一七六 乘以十的多少呢 乎三次方 所以這個也有貢獻喔 所以這個也要把它加進來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就等於多少 不過這裡這個是乎的 這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二六四乘以十的乎二次方 好 那所以 這個是一 加多少呢 零點零二六四 小數點的第二位 一二 二點六四乘以十 乎二次方 這加起來是一點零二六四 然後這兩個是戶的 這兩個是戶的把它加起來 這兩個是戶的話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 這是零點二四 戶二次方 0.24 那這多少 這是戶三 所以在這裡 這是零點零 零一七六 一二三 戶三 六七一 四二零 對 那這二二的 對 所以這一項要減這一項 減到多少呢 0.24176 然後這個是四 然後這個多少 這個是剩下三碼 這是六 接一過去五碼 五減一是四 那這是八 九減二的話是七 零點七八四六四 小數點第三位應該是四 然後後面再加的話 後面再加的話就已經不會影響了 這是七十二取四 乎二乘以十的乎二次方等 這個四次方 這個是小數點已經很後面了 這是十二乘以 這個十二乘以 十二取四 十二的話取四 這四百九十五 這個是四百九十五 四百九十五 四百九十五 那乘以多少呢 二的四中是十六 再乘以十的乎八字嗎 那四百九十五乘以十六 一二三 所以這樣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七點九二 乘以十的多少 一二三 戶 這個七的話是小數點後第五位 那你把它加進去的話 小數點後第五位 三四五 我加到這裡 再加七 七的話 十一十一加進去的話只影響到這一位 這一位不會被影響 所以的話 這個還是四 所以小數點第三位是四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一 小數點第三位是四 小數點第三位是四